看了真觉得非常的过瘾 因为下面是特技的表演 要单掌劈瓦 这要比较十片瓦劈的分岁 这是在跆拳道练习 这是最早家的一个文副表演 观众给它鼓掌 向观众答谢 下面是增加了十五块 各位看这么高的一砖 看看它一掌 怎么能够把它所有的瓦都劈断 它现在用头 放在用手现在用头了 头顶下去 这真是铁头 也可以说是钢头 它运气用力 15块瓦一起都碎掉 这就很到家 而且表演完了还彬彬有礼 下面也是特技表演 有三个人跌落和跌起来 另外一个人就这么跳起来 把这东西打掉 非常漂亮 也是一片瓦 在三个人跌落汗 他跳起来凌空 把这片瓦用脚尖把它踢碎 这是在跆拳道里可以说最高的功夫了 下面是一个人能够在同一个动作完成 把三个目标都能够打击板 先跳起来 抓好位置 踢掉 第二个目标 一转身踢掉 上面再一转身白白瓦 非常的漂亮 下面是南本的毁混合队对抗 就是双人的 双对双的 这个不当然是要脚步抓得稳 而且眼睛看得清楚 因为双方的四个人都是穿的衣不一样 如果你打红了眼的话 有的时候把自己的伙伴也会打到 这个虽然是在热点的比赛 比如说要保持头脑的冷静 整体来看清对方 不但要攻击 而且要防备 让方的这个小伙子在中间 弄出生动机器 功夫非常高价 而且每一招是非常的利落 让他们出腿 然后转身 做好了准备的功夫 然后攻击对方 任何一招比赛 不带个斗力斗技术